要再继续下去 就是说这些是你的 应该有这个原因是吗 差不多吧 它积累的挺多的 再加上后来就是 很莫名的就突然 它就在微博上表白了 我看你在微博上说 有很多外带的力量 让你想要保持沉默 但是在洋内有外带的洋内 有这个想法 就一个是我 我的家人 还有周围的朋友 还有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之前 就是说有给我发信息 跟我说 跟我说一些我等一下可以 那就是什么意义 让人想得把这些说出来吗 因为我拍完戏回到家里 我家里人就问我 就是最近是不是 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因为我父母就是说 年龄已经很大了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因为我平时已经 因为拍戏已经很少 在家里面陪他们 所以会有一些 他们接到一些粉丝的电话 来说到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说 他也会给我发信息 说希望我可以 斟酌斟酌 不要把这件事情 再闹大 其实 我就压根就没有想把这件事情 怎么样 是他一直 他自己在表达 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蛮可笑的 我只是希望 不要有人再影响到 我的家人 还有我自己 其实我就是想 好好的拍好戏 不要说 因为这个感情的事情 而影响到任何一个人 他说了 还在我的手机里面 可以 还有包括中间 我们在谈的时候 不是中间有一些小摩擦吗 那我也有说 我们还是不要再继续 谈下去了 我们还是退回到 之前朋友的关系 但是他还是 一直的 一直联系我 甚至联系我的助理 还有 还有我们组的摄影师的老婆 因为 我们大家彼此都认识 还有我的经纪人 就我不理他 他就会发私信 发微博的私信 给我的助理朋友 说 艾婷你怎么了 就是帮他说说好话什么 他甚至还会 一直发私信给我 那 就是我一直是拒绝他 但他就是一直来找我 那又是 那又是 那又是这样的那个力量 让您选择把这种说出来呢 嗯 就是我不想让 我不想让家人担心我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 嗯 在我出来 表态之后 赶紧可以结束 让大家都可以 恢复到 嗯 正常的工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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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